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我要讲的第一个地方叫做 大家看这里啊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四川然后的一个中心地段 我画了一个圈包括成都啦亚安啦康定啦甘孜啦等等 都包含在这里边这里是哪里呢 这就是申请世界遗产成功的大熊猫栖息地 哇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就是呢主要生活在这里 应该说呢全世界3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都生活在这里 那说大熊猫呢可能大家会觉得 哎这个动物非常的可爱啊胖胖的有白有黑的 但你们知道我们的大熊猫是怎么被大家发现并且熟知的吗 其实呢还是一个法国的牧师啊 他第一次把大熊猫呢带向了世界 当时呢在150年前左右 这个一个叫呆尾的牧师 他来到了中国 在我们中国待了很多年 他非常喜欢我们的东方文化 他听说呀在这个四川啊中心地段呢 就会有很多呢神秘的动物 可能都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于是呢他就专门跑到这里来做牧师 有一次呢他到一个猎户家里呢吃饭 这个猎户家里呢墙上就挂着一张 黑白相间的一种动物的皮毛 当时这个牧师呢就很有感觉啊 他就说哎这是什么动物啊 然后呢那个当地的猎户呢就说 哎呀就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动物啊 有的时候我们管他叫小白熊 然后这个戴尾呢就说 哇这个东西我都没有见过啊 我感觉啊这个东西很重要 能不能帮我去猎捕一只活的 我想把他带回法国 于是呢他就雇了二十多个猎人啊 然后他们一起在山里找 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一只可爱的小熊猫 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熊猫那是国宝 也没有人这么重视这件事情啊 那么带到了这个戴尾面前的时候 大家一看哎呀汉太可爱啊 非常的有趣的一只动物 于是他就想呢我怎么能把这只可爱的东西带回我们的法国呢 他想来想去觉得先要把他带到成都 可是呢毕竟我们的大熊猫他们都不了解 然后带到成都的时候呢 这只熊猫已经奄奄一息了 哎呀后来呢就去世了 然后戴尾非常的伤心 他就把这只熊猫的这个皮毛标本啊 然后寄回了法国 带到了法国的国家博物馆 在那里进行了展出 然后当时呢很多人都觉得 这是真的吗 真的有这样的动物吗 人家还以为他是一只白熊 然后在眼睛周围给用那个墨汁给染的 但后来渐渐的大家就知道啊 这样的这个动物非常有意思 他们把这个动物呢叫做猫熊 这个我们中国呢传统也有一些人管他叫猫熊啊 后来呢这样的这个展出呢 到了我们中国的时候呢 然后因为我们的字呢是从右往左读的 那么他写的时候呢是猫熊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啊 就是在一百多年前 我们都是从右往左读 现在我们从左往右读啊 所以大家呢就很习惯的把它读成了熊猫 所以你看都有意思啊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当然这只是相传的一个故事 我也不知道熊猫的来历 这个名字来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但是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原来叫猫熊 后来我们叫它熊猫 那现在呢其实它的学科名字依然是猫熊 只不过我们把它叫做我们可爱的国宝大熊猫啊 好那么大熊猫主要生活在这一个地方 大家呢拿到中国地图之后呢 要找一下四川 在四川最中心的地方 注意要把这四个地方包围进去 成都 亚安 康定 甘孜 要把这四个地方包围进去 世界遗产啊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你看 然后呢 我们再讲第二个地方 大家看看这里 这个地方啊 在你的中国地图上找一找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叫可可心里湖这个地方 注意啊 这个地方呢是在青海和西藏和新疆的交界 那么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它就属于是青藏高原 这个地方呢 平均海拔呢 我说啊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多少呀 4000米以上 对不对 那么这里呢 就是可可心里 好 那么可可心里呢 在今年的7月7日呢 刚刚呢 申移成功啊 是世界自然遗产 那么这个可可心里 为什么会被那么多人喜欢呢 前两年呢 有很多关于这个可可心里的纪录片呢 非常的流行 可可心里这里呢 其实是无人区啊 就是因为它海拔比较高 而那里呢 就几乎没有人类在生活 但是呢 那里有很多可爱的动物 比如说藏羚羊 但当时呢 这个藏羚羊呢 就被猎捕的非常的严重 其实我们中国人呢 没有人要穿藏羚羊的这些绒啊 但是呢 外国人呢 他们非常喜欢 这个藏羚羊因为它生活在比较高原的地方 注意 王王老师以前讲过 中国地理的时候我们讲过 这里是青藏高原 对吧 这第一阶梯 第二阶梯呢 是内蒙古高原 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 然后这边是第三阶梯 那么在第一阶梯这里呢 就是海拔比较高 所以呢 那个藏羚羊越高的地方不就越冷吗 我曾经在旅行的时候呢 去过夏威夷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火山上 当时在地面的时候呢 就是我要通过40分钟开上去 海拔4000多米啊 那么我在平地的时候 因为夏威夷有很多海嘛 基本上属于是海平面了 那么在那的时候呢 我 呃 穿着就像这样的短袖 我没有问题 还觉得很热 然后开着车往上走 往上走 往上走 40分钟以后啊 就开到那个到山顶的时候 穿棉袄都冷啊 当时我就真的感觉到这个海拔啊 然后对这个温度的改变 就是越高的地方真的很冷 山下我们穿半袖 山上穿棉袄 军大衣都冷得要命 那么我们的藏羊呢 就生活在这么高的地方 就在可可西里这个地方啊 呃 以前呢 因为藏羊羊生活在这里 所以它的皮毛就得特别的预寒 所以藏羊羊身上的那个毛里的绒就特别多 因为它天生要抗寒嘛 那这个绒呢就能够抗寒 那么这个藏羊呢 它是一种迁徙的动物啊 也就是说 呃 冬天呢 生活在一个地方 然后呢 到这个母羊怀孕了 要生小宝宝的时候 它就要迁徙到可可西里湖这个附近呢 去生小羊宝宝 而且呢 这个藏羊啊 它跑得极快 它的时速能达到80公里 就每小时能跑80公里 每小时8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 比如我们在北京啊 二环三环四环 它的限速就是80公里 就你每小时车最快不能超过80公里 藏羚羊就能跑这么快啊 那么藏羚羊呢 呃 它们要是遇到天敌的时候 比如遇到狼的时候 它们怎么办呢 它们不会呢 四下散开 因为它们是一种群居的动物啊 然后它们就会站在一起 然后前面那些头羊呢 都用那个羊脚啊 对着这个狼 然后这个狼呢 想下手 因为它没有办法下手 它冲着一只羊去的时候呢 其他的这个藏羚羊都会冲过来 大家互相帮助啊 然后保护自己的团队的 好 那么可可西里呢 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遗产项目 呃 非常的美啊 我没有去过可可西里 但是我看过很多我的同行拍的可可西里的那个纪录片啊 真的太美了 因为它是高原嘛 然后那么多藏羚羊走过的时候 就跟我们看非洲的动物迁徙完全不一样 因为非洲它属于是热带嘛 很多地方 或者是至少是亚热带了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它是高原 它基本是那种寒带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美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呃 我们可可西里的美景啊 那么刚才我说了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呢 都是我们的世界遗产项目啊 那我们中国到现在呢 已经有52项世界遗产项目了 现在呢 意大利是第一 它53项 我们是52项 呃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有更多的世界遗产项目被批准啊 那现在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 你看这两个地方一定要记住 一个是四川的中心地段 这里 一个呢 就是青海 西藏 新疆的这个交界处 可可西里 主要属于青海啊 大概这个地方 青藏高原 那么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里我画了几个小点啊 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四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中国四大石窟 那今天呢 我要讲一下什么叫四大石窟啊 所谓的石窟啊 就是一种呢 宗教 就是佛教呢 传入中国之后呢 他们鼓励啊 这些僧人们到一些非常幽静的大山啊 有山的地方啊 然后他们呢 去凿一些洞穴 然后立上了佛像 呃 这里边这四大石窟啊 分别就是位于敦煌的墨高窟 然后呢 位于洛阳的龙门石窟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 还有呢 位于甘肃天水的麦基山石窟 小朋友们可能有点记不住啊 那我来给大家呢 编一个小小的段子一起来记啊 你看 高高的天上 墨高窟是高高的天上 有一条龙 龙 哇 这个龙呢 就是龙门石窟啊 这个龙在干什么呢 他在云里穿行 云岗石窟 然后又飞到了麦田里 麦基山 所以 你们记住这个 你看 我们从墨高窟 然后到洛阳的龙门石窟 到大同的云岗石窟 然后呢 到甘肃天水的麦基山石窟 这里呢 我一定要隆重的说一下我们的敦煌的墨高窟啊 有人说呢 说你只要去敦煌墨高窟参观一次 你就基本上掌握了古代人类的文化 因为那里真的太美了 墨高窟呢 它的壁画特别美 它那些壁画上有飞天啊 有那个反弹琵琶的那种仙女啊 非常非常的美 我今天也找来了一些以前收藏的东西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嗯 大家看啊 这个呢 是一个仿制品 是我们在敦煌的那个墨高窟呢 买的那个泥皮 所谓的泥皮呢 就是最初啊 它们的那个壁画啊 就是这样 然后弄好了以后呢 安在了墙上 非常非常的美啊 这个叫泥皮 然后就是画出来的 墙上就是这样 一层一层画上去 非常的美 不过我这个是仿制品啊 嗯 我们看啊 这个呢 就是敦煌壁画的仿制品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它们那个最著名的那个形象啊 反弹琵琶 你看 它是这么弹的 哎呀 这么弹的啊 反弹琵琶 你看这个 然后这是佛教的那种 有很多的佛像啊 然后后面是寺庙啊 哎呀 非常的美啊 你如果去了墨高窟里边 就整墙都是这样的壁画 非常非常的美 绝对是我们中国文化一颗璀璨的明珠啊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敦煌这里呢 其实我们在唐诗中看到的玉门关啦 还有这个阳关啦 都在这个附近啊 所以我觉得在敦煌的那个附近啊 现在有很多我们中华文化的古迹 大家呢 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季节也是敦煌最美的季节啊 那么从敦煌呢 一直到甘肃的天水这一段地方呢 呃 被我们大家称作是河西走廊 为什么叫河西走廊呢 我们看啊 这是黄河 这不是一个几字形吗 我给大家画一下啊 在这个黄河以西 左西右东 对吧 黄河以西 就这一段 就是河西走廊 那么像到天水这边就河西走廊的沿线啊 什么叫河西走廊啊 就是其实当时我们的丝绸之路中非常重要的一段路 那大家呢 觉得它就像我们天然形成的一个大走廊一样 又在黄河的西边 所以叫它河西走廊 那么这一段啊 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的佛教啊 基本上都是从这里河西走廊 然后进入到中原地区的 所以你看他们在刚刚进门的时候 就在敦煌那里修了墨高窟嘛 对吧 那呃 很多佛教人是都是从这里进来的 那包括我们当时呢 从这里 然后呢 往西走 丝绸之路 也必须要穿过河西走廊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天然要塞啊 那这个这边甘肃天水呢 就是麦基山石窟 呃 在洛阳呢 龙门石窟 这个和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我都去过 山西大同这个云岗石窟现在保护的特别好啊 我第一次去应该是80年代末期 我还很小 啊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惜啊 因为这个云岗石窟呢 它门口就是一条特别大的马路 然后我们知道大同呢 它是一个煤城 盛产煤 那个拉煤车呀 天天就从那个路上 哒哒哒哒哒哒走 然后长年就把那个石窟好多都阵列了 所以真的是非常可惜 但是这些年呢 当地保护的特别好啊 一个是把道路挪开 另外呢 就是对这些石窟呢 进行加固 然后所以现在呢 我们的云岗石窟非常的漂亮 大家如果去的话 一定要去看一看云岗石窟 好 我们看到啊 刚才我们画了 说高高的地方 墨高窟 有一条龙在洛阳的龙门石窟 龙飞到了云里 云岗石窟 又飞到了麦田里 麦基山石窟 好 那么这是我们中国的四大石窟 你看 其实这四大石窟 现在全部都是世界遗产项目 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啊 什么叫世界文化遗产啊 就是这个东西它能够代表一个阶段人的生活 或者能够描述这一个阶段人的生活 那我觉得这几个石窟都是可以的 非常非常的美 今天我们主要说我们中国到底有多少好玩的地方 你看现在我们讲了六个地方啊 这里四川的大熊猫栖息地 可可西里 藏羚羊的栖息地 敦煌的墨高窟 然后麦基山石窟 然后这里呢 大同的云岗石窟 还有洛阳的龙门石窟 那么我们再往下走一点点啊 这里呢 就是神龙架 那神龙架呢 是在湖北 注意啊 这个地方神龙架啊 就武当山再往南走一点 整个这个神龙架 那神龙架呢 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啊 就说呢 当时在上古时期呢 我们中国有三皇五帝 这个三皇中有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药王啊 神龙 那神龙长白草的故事呢 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流传啊 那这个神龙呢 就是在这个神龙架这个地方呢 发现啊 这里有一片茂密的森林 然后还有很多的高山 这个神龙就说 这儿呀 肯定有很多好的药材 于是呢 他就带领着他的子民们到这里 然后呢 因为上山呢 够不着怎么办呢 就拿木头打起了架子 然后人们呢 就说 踩着神龙的这个架子 然后上山呢 去踩药 相传呢 这个在神话故事中啊 神龙呢 除了脑袋还有四肢以外呢 身体是透明的 那他为什么是透明的呢 因为他只要尝这个药 如果这个药有毒 他的脏气呢 就会变颜色 那从外面就可以看出来 当然人有可能这样吗 不可能 这只是神话传说中 想更多的去表现 神龙呢 是一个非常爱人民的人 最后呢 在这个传说中 神龙也是因为吃了太多有毒的东西 最后就去世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神龙当年呢 采白草的地方 所以现在被称作是神龙架啊 神龙架非常的美 这个地方我是真去过 我去了之后 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正好不是特别好的季节 所以人特别少 即使那样我都觉得 哎呀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仙境 然后再加上一讲神龙的故事 我觉得特别的美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里 在四川和甘肃的交界 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做九寨沟 非常有意思的传说啊 说原来呢 有一个神 山神啊 他有九个女儿 然后这个九个女儿呢 都非常非常的聪明可爱 这个山神呢 就特别怕 他如果出去了这九个女儿 受到伤害怎么办 就把他们锁在大山里 结果呢 这个大姐呢 就觉得在山里边 好孤独 好寂寞啊 于是就想 我要变成一只小蜜蜂 飞出去看一看 结果他一飞出去 然后姐妹们都变成了蝴蝶 飞出大山 一看啊 外面的人民呢 都是生灵涂炭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当时呢 有一个蛇精啊 然后他就说呢 他要吃很多很多人 然后他才能够变成神仙 才能够长生不老 所以那个河里边到处都是死尸 然后鱼啊 虾啊 动物人都被他吃了 于是呢 这些姑娘们就说 说为什么我们的爸爸不管呢 后来他们回家一看呢 爸爸在那愁眉苦脸 原来爸爸已经跟这个蛇精 打了很多次架 结果呢 打完以后呢 爸爸都输了 但是呢 这九个姑娘呢 他们知道他们有个舅舅 特别厉害 这个舅舅呢 天下无敌啊 但是舅舅在哪里 他们并不知道 于是跑到爸爸的书房里呢 找到了这个舅舅的藏身图 然后他们九个人呢 就化成了九条龙 就飞啊飞啊 历经了千辛万苦啊 终于找到了舅舅待在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往天上一看 舅舅呢 就在天空中显灵了 然后他们就跟舅舅说了这个事 舅舅就给了他们一盒针 就说你们拿去呢 当这个蛇精出来的时候呢 你拿这个针对着他 一喊咒语 这个针就插到那个蛇精身上 如果还不行的话 你们就喊我的名字 我就会出现的 后来果然呢 他们见到这个蛇精之后呢 也喊了咒语 然后也把这个针呢 插到了蛇精身上 但是呢 蛇精还是没有死 他们赶紧喊舅舅的名字 舅舅就真的显灵了 然后帮他们打败了蛇精 爸爸非常高兴啊 后来呢 就让这九个女孩子说 你们可以出山了 然后呢 这九个漂亮的姑娘 就嫁给了九个藏族的小伙子 美人呢 是一个寨子 这就是九寨沟一个故事啊 当然了 九寨沟这里有很多很多美丽的传说 大家可以去翻找一下 这个位置呢 大概是在 注意啊 四川和甘肃的交界 那好 其实我们中国呢 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这个地方啊 今天呢 我讲了大概这几个 我特别希望小朋友们 你们呢 在网上多找一些图片 关于这些地方的 然后呢 我们今天的作业就是 你大概画一个中国的地图 标出四大石窟的位置 四大石窟的位置啊 你这只工具画的像不像都没关系 重要的是你要知道 这四大石窟大概在哪里 如果能标的基本准确 哎 这节课你就没白听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中国地理课 那下一节课我继续为大家讲一讲 我们中国好玩的地方 简直太多了 为我们的祖国点赞 但是我们的好玩的地方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感觉 不停地 Piet 点赞 你们 这天 应该是 我们的感觉 像这个 在哪里 我们的感觉 这 让我们的感觉 在来 好像 我们的感觉 我们也 我们的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